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隨便主要頻道 今天就和大家去吃一些魚製菜 在食品工場製作員在分店賣的食物 你們覺得很好奇嗎? 我會試這些東西 因為觀眾私信我 說這間的咖哩牛筋腩飯很好吃 我就有點好奇 他們說到這麼好吃 就在我身後這間糖包店 我做了資料搜集 有分唐忌包點和唐包點 很容易分 唐忌包點會有精櫃 可以做到即精即賣 唐包點就在工場 已經預先製作好 這些東西已經熟了 放在他們的保溫櫃裡賣 有湯飯系列 涼瓜黃豆排骨湯飯 番茄薯仔排骨 胡椒芥菜豬骨 番茄薯仔牛腩 冬瓜肉粒 這個有點興趣 陳皮冬瓜菊湯飯 醬燒茄子肉絲 四季豆 香麻白汁雞 粟米肉粒飯 咖哩雞 這個就是重點 觀眾叫我嘗嘗咖哩牛筋腩 還有枝竹煉牛腩肉 我也有點興趣 還有點心 竹 包 還有糖水 還有小食拼盤 魚蛋 燒賣加腸粉 現在要一個咖哩牛筋腩飯 鴨腿湯飯 枝竹煉柳腩肉飯 這裡有燉湯嗎 燉湯嗎 燉湯好 這是燉湯 我要這個湯 綠豆章魚煲雞湯 鳳爪有沒有 鮮竹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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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79 好 好 加一蚊是什麼 我有帶環保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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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拜拜 我總數叫了三款飯 一個泥湯 和兩款點心 給大家看一下情況 這個就是觀眾推介的咖哩牛筋腩飯 他叫我一定要試 很有驚喜 首先看看它的份量 先夾出來看看有多少塊 一塊 兩塊 三塊 五塊 四塊 這塊很大塊 五塊 總共有六大塊牛腩 一塊都很大塊 份量真的是比足 這個應該是紅蘿蔔 薯仔 青椒 我先試一下 一塊牛腩 看下去它是不肥的 不知道吃下去會不會好 這個觀眾沒有介紹錯 還有價錢不貴 這個是42元 他跟了一碗飯 很大碗 成年人吃一定夠飽 牛腩很軟 咖哩的香料味也很足 辣度就不太辣 小辣和中辣之間 不算很辣 嘗嘗牛筋 牛筋都炆得很軟 很入味 但是我覺得軟了一點 如果它再保持一點彈性 不要炆得那麼軟 效果會更加好 會更加高分 試一下紅蘿蔔 很少咖哩外藍會加紅蘿蔔 其實加紅蘿蔔很好吃 很清甜 紅蘿蔔都很好吃 這個咖哩很好吃 先試一下薯仔 薯仔剛剛好 不會太軟 但是一咬下去就開始溶化 幾個水狀 我試一下白飯 可以了 雖然是預製放在保溫櫃 但仍然可以保持乾爽 不會濕粒粒 做到粒粒分明的效果 不會太濕 這個飯也不錯 如果這個咖哩牛筋腩飯 換個好一點的碟 可以賣七八十元 如果十分滿分 這個咖哩牛筋飯 我會給9分 這是冬瓜鴨腿湯飯 看看鴨腿會不會很細 不小 比炸腿大 交足功課 又是42元 材料一定有冬瓜 有些瘦肉 原隻冬菇 還有這個很重要 陳皮 如果沒有陳皮 這個就不是陳皮鴨腿湯飯 我先試一口湯 先試一口湯 看起來這個湯很清 半透明狀態 但喝起來是很濃郁 很濃郁味 瘦肉加上鴨肉的濃郁味 陳皮味反而不是很濃郁 很輕微陳皮味 冬菇味也有的 挺不錯的 我先試一下冬瓜 冬瓜很清甜 吸收了濃郁的肉湯 這個冬瓜 我也要給很高分 真的可以 這個鴨腿 雖然尺寸很大 但它的賣相做得不夠漂亮 我們以前的做法 是要炸到皮的顏色 好像燒鵝的顏色 這樣才是合格的 這個它炸得不夠 我先試一下它的肉質 可以嗎 它已經燉了很久 因為一夾下去 肉已經分開了 但適合又不搽 可以的 煮鴨湯就會煮到鴨肉 燉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很棒 雖然賣相不好 但是鴨肉很好吃 哇 這個飯 很好吃 弄錯了 這些工場製作的魚製菜 很抗拒的魚製菜 我覺得它的分數 比很多酒樓茶餐廳還高 厲害 這個我忍不住 我都要給它9分 如果皮的顏色拿得更漂亮 我會給它更高分 這個就是枝竹蓮藕炆籃仔 我估計應該是用藍魚炆的 肉眼看上去 那些籃仔都起碼有 1 2 3 4 5 6 7 8 肉眼看上去 都起碼有8件的籃仔 蓮藕 回到它比較少 蓮藕 我暫時看到是4塊蓮藕 它反過來 出品的店鋪 是蓮藕多於籃仔 它的籃仔多於蓮藕 哇 很有誠意 又是42元 先試試一下籃仔 雖然味道到入口融化的程度 但不需要用力 就可以咬開它 吞下去 然後藍魚味爆發出來 嘩 先試一下蓮藕 蓮藕已經炆得夠軟 還有一點點爽 它是清甜的 蓮藕 而且它很吸收到藍魚汁 這個送飯真的不會輸給咖哩牛筋藍 這個送飯一定很棒 這個汁加上白飯 我沒試過這樣 買外賣這麼滿意 這個都會給9分 這個很好 這個就是它的老火泥湯 今天是雞腳 豬骨 蓮藕 煮醬魚 我看到有些紅蘿蔔 看來它的顏色 就煮得很夠火候 試一下它的湯 真的有落到醬魚 很重 醬魚那種乾貨的香味 這個泥湯又是很高水準 好喝過很多餐廳的泥湯 這個記得 連醬魚味都很出 我還沒喝過 一到鼻子的位置 已經嗅到醬魚味 這個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為了我都要給9分 真的可以 我澄清沒有收廣告費 真的觀眾叫我去試 點心的鳳爪 就是20元 1 2 3 4 5 大件 底部還有蘿蔔 很有誠意 不錯 看到那邊有椒絲 還有豆豉 外觀也挺漂亮的 挺吸引 試一下它 點心 味道很甜 味道很濃郁 不錯 加上鳳爪的皮處理得很好 不會太爛了 仍然保持到咬口和彈性 它跟了蘿蔔 我第一次見 試汁鳳爪會落蘿蔔底 應該好吃 熟了它的汁 蘿蔔清甜沒有渣 又吸收到醬香味 我覺得好過了芋頭 這個鳳爪我都可以給8分 這個鮮竹捲 它的總數有三件 賣相就不太好看 不知道味道如何 試一下它的水準 腐皮處理得很好 不會太爛了 還可以保持到咬口 還有它的肉餡 也有一點肉味 而且肉餡不會死實實 咬下去 感覺到好像 像吃蒸肉餅那種感覺 還有一點咬口 挺不錯的 加上它的調味 是適中不會過鹹 略帶一點甜厚 這個也不錯 這個鮮竹捲我都可以給8分 我總共這裏是3個菜 3個飯 跟2個點心 和1個泥湯 總數是179元 這個份量應該都夠4個人吃 因為它的飯都很大 性價比是超級高 缺點就是沒有糖 但它在地鐵圓線 也有很多分店 所以你買完拿回家 就不會很久才拿回家 影響了味道和溫度 如果你叫我在這裏 推介大家 什麼是必食 我覺得全部都必食 都很好吃 我會有機會試其他的點心和飯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訂閱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